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如果要說Nike目前市面上所下售的鞋款來說 最經典且最歷史有9億款跑鞋 PIX的系列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這款跑鞋今年已經推出到第34代 那走過了34個年頭這款跑鞋其實保持了許多經典的設計 但是呢又有每一代推出都有一些不一樣的創新 那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紹的就是 最新推出的Nike的PIX的34代的PIX的跑鞋 那這款跑鞋其實它在設計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來自於鞋面的一個核心 那這個鞋面採用了全新設計的一個網布的搭配 從後腳跟採用了一個比較立體式的包覆 到中足透過了FlyWire 以及這個襪套式的鞋舌來組合一個中足的穩定性 然後前腳掌採用了更透氣的一個網布 一個雙層的一個網布來達到前腳掌的舒適性 來讓PIX的34能夠在鞋面上有更舒適的腳鞋 那此外呢可以看到在後腳跟除了內置的竹跟杯之外 也有透過外層的這個熱塑料的一個貼合 包括像側面的這個Nike還有前腳掌的一個部分的這個熱塑料呢 來讓這款跑鞋呢在鞋面能夠維持一個更好的一個立體感 那也能夠維持鞋面的一個穩定性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中底的部分 中底的部分也是這兩代PIX比較有做變化的地方 它除了增加了更多的側向的一個勾紋 還有一個立體的一個凹度的一個結構 來讓這款跑鞋在中底的部分呢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靈活性喔 那因為我們知道像PIX的這款跑鞋 它是採用的是Zoom系列的一個氣墊 那還有這個比較硬直的一個中底 所以說對於許多跑者來說 它的腳感是稍微比較偏硬調的 那也針對這樣的特性呢 所以PIX在這一代就增加了更多的一個彎折的一個空間 來讓這款跑鞋有更好的靈活度 那我們最後來看到大影的部分 這個大影的這個概念呢 其實可以說是PIX的經典喔 它在外圓的部分呢 採用了這個順勢的軌跡導引 讓跑者在從腳跟的外側 中足或是前腳杖 順勢往前內旋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彎折性 同時呢 在腳的內側的部分呢 則是採用了一個 這種多角菱形狀的一個 大影的設計呢 來讓跑者能夠有很好的一個推進的效果 同時也能夠因應多方向的一個彎折 那基本上 Roompixels 34 這款跑鞋呢 它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產品 那也是Nike 呢 少數的產品呢 在近幾年來持續推出 但都沒有做大型的一個改變的 一款經典的跑鞋喔 那這款跑鞋持續都或者 跑著一個很好的評價 那相信呢 這款跑鞋的推出 透過鞋面上的一個革新 能夠讓這款跑鞋的細緻度 能夠更加提升 也能夠延續它 成為一個經典的鞋款 今天這款跑鞋 介紹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比類似的 車子